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選舉 遇上百年一月的新冠病毒疫情 在經濟明顯收縮下 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財政和經濟政策 能不能夠重整美國經濟呢? 稅收政策可以說是拜登和特朗普最大分歧 拜登主張向企業和高收入人士加稅 有人形容是傑富製貧 特朗普就說會繼續來持低稅率提供稅收減免 特朗普上屆當選之後 企業稅率由35%降到21% 希望令到美國企業回流之餘 都想吸引海外企業 而拜登就計劃提高企業稅率到28% 年薪40萬美元以上人士 個人所得稅計劃加到39.6% 加上上條資本增值稅率等等 市場就估計未來10年 富房收入增加大約4萬億美元 至於疫情下的刺激經濟方案 特朗普政府計劃推出19,000億美元的紓困措施 包括直接向美國人派錢 也承諾會在10個月內 創造1,000萬個職位和100萬家小型企業 但拜登就建議向患病和自由新工作者提供有薪假期 調高最低工資去到每小時15美元 又建議未來10年投入6,400億美元 在房屋政策 建立可負擔的房屋 和向家庭提供津貼 回顧過去10次美國大選年 美股表現 豆瓊斯指數7升3跌 今年到現在導致跌超過3% 全年的走勢仍然是未知之數 有分析就說拜登主張調高公司稅率 或者會衝擊美國股市的領頭羊 即是大型科技公司股價 美國銀行就預期拜登稅收方案 或者會拖累標普500指數成份股 預期利潤超過9% 雖然就認為最好的結果是拜登勝選 而參眾兩院分別由兩黨掌控 拜登既可以調停中美貿易戰 特朗普利好股市政策又可以延續 美股就有望升2%到4% 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就說 無論大選的結果是怎樣 在寬鬆的財政和科幣政策下 美元只是會下跌 相信跌勢至少持續一年到三年 香港科幣議員的士和事部 將科幣理工務僅部 比較復活健